近日,杨子和刘学义被偷拍到一起亲密吃蛋糕的画面,照片曝光后,杨子站出来否认说,他和刘学义是多年的好朋友,根本没有恋情,那天也只是刘学义过生日,并没有吃同一块蛋糕。 画面中,刘学义递给杨子嘴边一块蛋糕,杨子直接一口咬了下去,剩下的刘学义又自己吃了,现场还有很多人,但似乎对两个人的互动都见怪不怪了,这一幕一出,立刻引起了热烈的讨论,网友都沸腾了,甚至有网友表示,杨子在吃完蛋糕后,连咀嚼的动作都看得很清楚,真的同吃一块蛋糕也没什么,承认就好了,为什么要说谎呢? 原来是刘学义有个绯闻女友,不能承认,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杨子和刘学义是怎么会认识,其实两个人都是欢瑞旗下艺人,他们之间有过不少合作,平时偶尔也会有一些互动,刘学义比较出名的作品是《琉璃》,他在剧中扮演的男二号百灵帝君,因为长相过于温润帅气,很有神仙的那种仙气,所以圈了很多粉。 而刘学义和杨子之前在一部戏里的合作,刘学义饰演的是男二号妖帝斩荒,在剧中非常喜欢杨子,不过最终两人没能在一起,因此,两人在合作完成之后,也成为了好朋友。 刘学义每年都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,给杨子送去生日祝福,每次杨子生日,都会有很多圈中好友,为他送去祝福。 在杨子收到的众多祝福中,可能最感动的是青梅竹马的张一山,送上的长文祝福,每年看得都很感动,也挺用心,也让网友们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坚固的友情,但是最沙雕的祝福,应该就是刘学义了,让人看着觉得非常的好笑。 一条微博从16年用到22年,也是勤俭节约,确实只是普通朋友关系,我们也祝福两人都越来越好,对此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 请不吝点赞订阅